继还朱格格之后,2001年穷瑶剧情深深与萌萌又一次刷新了收视率,再次受到年轻人的追捧,痴男怨女的虐恋收获了荧幕外无数观众的泪水。 衣凭固执,如凭温柔,梦凭泼辣,可云命苦,芳于漂亮,雪姨太坏了。 时至今日,剧中的情节还是会回想起来,记得小时候是和家长一起追据,虽对于其中有些爱情懵懂,可也是感动哭得稀里哗啦。 如今一晃已经过去22年,物是人非,剧中的主演们有人从顶流跌落,有人从名不见经转成为一线,有人嫁得好,有人被封杀,有人去世多年,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现状吧。 一,灵心如是眼露如瓶,小时候感觉她好温柔,好善良,是那种让男孩子不由自主会产生保护欲的女孩,单纯的眼神,懵懂的样子,柔弱的模样惹人怜爱。 然而在感情上却不讨喜,观众用绿茶形容,面对着对她痴情的杜菲,心里始终装着何舒桓,舒桓,答应我一件事,如果有一天,一平辜负了你,你记得你还有我? 尽管来找我,我不在乎你的退而求其次。 凭着这个角色,灵心如再次被观众熟知,成功地迈入一线女星序列,此后迎来片约不断,男才女貌中的苏拉,半生缘中的顾曼珍,美人心计中的斗衣房等等荧幕上留下很多观众喜欢的角色。 然而在灵心如正当红时,一次采访节目中的强吻事件,几乎毁了周杰前半生的事业。 那几年舆论一边倒地打压着周杰,致使周杰心灰意冷退出了影视圈。 直到2017年周杰才正式地回应了灵心如所说的强吻事件,一时舆论哗然,加上灵心如此时无论是事业还是名声都在下话。 声援周杰的网友越来越多,灵心如的人设也没有了从前紫薇的善良,如瓶的温柔。 善良美貌的外表下都是心机,孰是孰非,已经成为了观众茶余饭后的笑谈。 如今已经47岁的林心如,近两年作品量很少,老公霍建华亦是处于一个吸引的状态。 好在婚后的林心如得到了霍建华的宠爱,事业不顺爱情如意。 二、李玉是眼方鱼,落落大方,端庄温柔,豁达通透,知书达理,相貌辨识度高。 演员李玉,她的一生如流星般一闪划过,光芒却如烟花一样灿烂。 李玉是那种气质型美人,穿着旗袍,清纯又有着东方古典美人的韵味,凭着情深深与萌萌的热播,李玉事业上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猎豹出击恰同学少年情义两重天末代黄飞,接的戏越来越多,合作的明星甘位越来越大,名声在外有小林青霞之称。 然而,红颜薄命,2007年,李玉出演了电视剧《乌柳镇》,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部剧。 2009年,李玉因患淋巴癌不幸病逝,年仅33岁,璀璨人生短暂而又充实。 前男友得知消息后,少冰,经文噩耗一夜无眠,我相信好女孩会上天堂。 黄晓明第一时间撰文寄托哀思,汪雨送上晚连汪雨气宿,愿你在那边一切安好。 生前几段恋情,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成为李玉最大的遗憾。 在葬礼上,家人满足了她的遗愿,穿着洁白的婚纱下葬。 三,赵薇饰演一平,被封杀,赵薇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,不知道何种原因,网上众说纷纭,不过受她影响。 情深深与萌萌还珠格格精华烟云等其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都被下架。 四,苏有鹏饰演杜菲。 苏有鹏,一个名字代表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,从风靡一时的小虎队成员,到还珠格格中的吴阿哥,在道情深深与萌萌里的独蛇独飞,给我们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 近年来转型成功的电影导演,苏有鹏的演艺生涯堪称传奇,然而,在她璀璨的星光背后,却隐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执着,不婚不育,无儿无女,单身一辈子,如今,五十岁的她,活成了人们眼中的洞灵男。 不过,近日,苏有鹏也因为整容的舆论发酵,不得不自己出面澄清,她特别发出一段视频,辟谣她整容失败的传闻,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 拍摄现场的苏有鹏,一身帅气黑色西装,脸头发丝都是帅的,而且相比之前,苏有鹏瘦了不少,脸也不肿了,哪里看得出来五十岁了。 关于自己的脸肿问题,苏有鹏也特意解释是因为作息紊乱所以身体出问题才脸肿的,所以录节目时看起来才像是整容失败了,现在苏有鹏的状态又重新回春了,因此希望大家都怀着善意,不要乐意揣测,不知道苏有鹏此举是不是欲盖弥彰。 五,古剧姬饰演何书桓,琼瑶笔下的何书桓,是一个典型的渣男形象,她在两位女主角中间惆怅,最后选择了富家女,伤透了穷女孩的心。 电视剧里的何书桓形象立体逼真,塑造得十分成功,深得观众的共鸣。 然而,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何书桓的古剧姬,却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,她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,却有着一颗专一的心,对爱情忠贞不渝。 2019年,51岁的古剧姬鼓起勇气向年长5岁的女助理陈韵琴告白,向外界宣告两人的爱情。 此事一出,立刻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,许多人质疑这个老女人配不上她。 但是,古剧姬亦无反顾,在众说纷纭中和陈韵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不久,古剧姬更是发行了专辑《我们》,其中一手找到《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》,充分表达了她对爱妻的赞美之情。 2020年,47岁的古剧姬又当上了父亲,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家庭,与陈韵琴一同见证三口之家的温馨。 古剧姬和陈韵琴这对大龄恋人用自己的真情故事证明,年龄,颜值和身份都不是爱情的障碍。 其实,陈韵琴这个女人也很出色,两人的爱情并非偶然,而是水到渠成。 这对吃心眷侣的爱情经历,颇具传奇色彩,惹人浪漫叹息。 六,王林饰演雪姨,出身卑微,却懂得为自己争事,泼辣恶毒,蛇蝎心肠,胡讲蛮缠不讲理,爱慕虚荣,让人恨得牙痒痒的角色。 演员王林演出了雪姨的虚似,刻薄,专横,跋扈,自此布剧之后,王林就被贴上了坏女人的标签。 因这个角色被观众熟知,但也因这个角色系路受限,此后皆演多部影视作品多是此类心肠歹毒的泼妇类角色,且几乎没有演过女一号。 成熟的长相,曼妙的身姿,亦是一太太的博二人选,刁蛮新娘中代家大夫人方得心,花开如梦中优雅大方的会。 感情上的王林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,离婚后至今仍然保持着单身,独自抚养儿子长大。 如今52岁的王林,有着30岁的长相,20岁的身材,风韵犹存,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。 七,徐璐饰演可云,失势凄惨的女人,善良又美丽,可惜命运多喘,在失去了孩子之后变得疯疯癫癫。 演员徐璐,纵然只是一个配角,却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,自这部剧之后又接演了金粉世家绝不妥协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等作品,都是配角一直不温不火。 2003年嫁给了导演江凯阳后,逐渐新颖退出了影视圈,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经历了事业的低谷与逆袭,如今在老公的宠爱下,活成了公主的样子,在家相夫教子,很少出现在公众媒体上。 8.高新饰演耳豪,当年情深深与萌萌大火,高新演的公子哥耳豪也火了,大家都觉得高新演技太好了,他演的公子哥一举一动,气质都太像真的了。 其实,他就是如假包换的公子哥,高新出生于北京一个名门贵族,他家特别大,曾祖父是有名的科技翻译家,外公和外婆都是有名的演员。 高新帅气多金,妥妥的公子哥,毕业后,高新忙着拍戏了,他拍了《三毛流浪记》,《喜气洋洋猪八戒》,《女婿男当》等等。 为了拍戏,高新也付出了许多。高新在拍《狼牙榜》时,他为了演好《太子》,主动增肥了二十斤。 后来,他在拍《都挺好时》,为了演好苏明哲他又增肥了十斤。高新在拍《风源餐厅》时与小五岁的妻子王一南相识。 如今,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已经二十五年,一直跟爱如初。 二十二年的时间,转瞬即逝,剧中的演员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归宿,选择了不同的人生。 虽然多年以后穷瑶的爱情剧被外界诟病,但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却是享受了追剧的幸福,体验了爱情的悲欢离合。